大家好,我这两棵玉树现在生长的是非常的旺盛 那么现在春天也准备来临了 所以这个时候给玉树施肥是非常关键的时间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 不要过得太久,过得太久 对它来说就是晚了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施肥我们也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养这两棵玉树的一些施肥方法 那么我给玉树施肥呢 最主要选用的是一些羊分 因为羊分它肥力非常充足 非常适合这种需要大量的肥料 大量的羊分的植物食用 因为它这个叶片非常的厚 所以说消耗的羊分也会非常的多 那么羊分也是最好的选择 食用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盆堵的边缘 挖开一层土壤 大概有五公分深就可以了 要撒上一层羊分 这个可以放多一点都没事 因为那么大一棵玉树 它需要的羊分也非常多 你要把这个土壤盖上 我们可以继续的要着这个盆堵的边缘 放一圈这个羊分 那么把它撕肥好了 后期经过浇水 它就会慢慢释放 给这个玉树吸收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给这两棵玉树的一些撕肥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好